觀想著我手上所拿的這個爐器裡面塵裝著智慧甘露 代表著菩提心自信之智慧甘露置於諸位喉嚨的位置 嘗下如此甘露之後使得身體當中的一切脈 身體當中所屬的一切脈都能夠限起樂空雙韻的等池 如此樂空雙韻的等池間接在自己內心相訊中生氣 都有這樣我的觀想 嗯... 嗯... 從我上來記得這些 我記得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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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四花 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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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花 五花 一 trilogy 八花 interference 我們給你們就讓見, 他大量的反應是 因爲你讓見到 現在的文化 我們會喝點是 我們會喝點一點 所謂的祕獸金剛聖被說為具足特殊是方便的法門 像剛剛智慧甘露進入到自己身體的一切脈當中 使得脈中豬脈裡面所有的智慧本尊 所安住的一切智慧本尊都處於慈禁悲心以及菩提心的大樂當中 也就是由慈禁跟悲心來升起脈中所居脈中中尊所感受到的樂通無別之大樂 這些運用方面而升起大樂 是由慈禁跟悲心來升起脈中 是由慈禁跟悲心來升起雲 風來高沙 Gift good,風來聖瑪西裡的人 風來風來降起雲 風來降了一切心 會打了一切 對藍華中的壁 adapted給了一切 在这种状态的中间 没有那么多的 这些生命的地域和 这个生命的日子 这个生命的地域和 这些生命的地域和 这些生命的地域 然后接下来是进除了自己的身口意的盖章染污当中 意的盖章染污主要就是二取相的执着 能取心跟所取尽的执着心 那么当去除了二相的执着时 所见到的心的本来实相 是如同明镜一般朗诏的心的功德 这时候就会晓得一切世间所显得任何现象 就如同博子行三十七宗所说的 诸所显现为自心心体本离戏论变 如此能够抉择一些显现象为心 嗯,真的,一切大人也都搞得一切一种 那么这样子的智慧在五种泛然智慧当中主要是大圆精致 每一种泛然智慧都有五种其他,五种本质的功德 那么他所代表的是真实之智慧 嗯,哎呀,咱们做的,这些参见都不实在 现在的事实是,我今次也就,刚刚做的作物 当天将就在一切,也就,大千万岁里面 当他们的专门,当你这些、什么都可以吃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大公教会 他们也出过去 生命中的 那些人都出到我来 接下来呢 身体行端身作证 剧足毗露哲那七支的要点 然后专注于心间的智慧萨索 现在就真正要进行禅修了 实际上的心意灌顶 你指的就是向内反照自心实相 了知如同明镜一般的新的本性 你这些宣布将在马上很久有的 那样身体的决定 马上就说这身体的决定 我一样的决定 我一样的决定 这些决定是决定的决定 这些决定的决定 那马上就能决定的决定 如果用一个决定 这里也许可 用一个决定 所以每个决定 也许可 得说 战马上跟马上 那里还是不是 对不起的,如果有那么一打工资, 从而学习中打工资料 end up. 他们在学研究我们对学研究上都没有学研究, 然后学研究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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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研究人物, 我们学研究我们学研究我们学研究研究, 她叫她把她比起去 她在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我胡說 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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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幾年來 她的老闆 我不覺得所以她的老闆 她不和她也不都 她的老闆 不小指 才是有什麼會 她的老闆 她的老闆 她是姐姐販 說她的老闆 這個老闆 她被寫了 她的老闆 她的老闆 在这一段当中还会用到的象征物 包括了水晶跟孔雀的羽毛 它都是用来抵御新的本性的 例如透过水晶 本来色彩斑斓的孔雀围羽 就能够从水晶当中折射出五色斑斓的形象 那么在孔雀围在水晶当中的每一个部分 都有能够呈现出折射出孔雀斑斓 羽毛颜色五彩缤纷的能力 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的细致程度 可以到极细致到极清净的状况之下 它是不受妄念所遮蔽的 那么这个心跟智慧之间的差别 主要就是成熟与否 如果心未成熟 如果是不成熟的状态 它就仅仅是心事作用 如果是成熟 它就是本来的智慧 但是如果你将成熟与否 当成是对立性的 把心事跟智慧当成是对立的 那这当中又产生了二 这种概念去看待心事跟智慧的话 又落入了心事的范围 不落入这样子的执着心 才称为对智慧的正确认识 如此才能够真正通达 轮回跟涅槃法 全部都含藏于新的实相之中 也就是从新的极细为分 去了解会通达所谓的万象维新 一切都是新的展现 会你真正能够了达这样子的实相的 所以如果这样通达这层道理的话 就能够再放下一些妄念时了解 实际上这一切妄念并没有实质自信可言 但虽然没有实质自信 它不代表是所谓的无实 也就是对于实有跟无实有 起执着的话 都是落入执着的范围当中 就不是新的实相 它就不是智慧了 所以要了解这样子的道理的话 可以按照智德密勒日巴所说的 心之法性为无生执着 无生折成二曲相 也就是说了解到心的本性 是无生之法性 可是对于无生本身产生执着的话 又落入了二曲分别 应当要了解这一点 只有真正不落入二曲分别 才叫做真正的智慧 所以就如同水晶一直在那儿 它都没有变动 但是它又能够朗朗的 无有混杂的显现出外向 用这个方法来抉择外向维新 是属于一种比较浓缩的 比较简粒的方式 那么如果说向外去观的话 还有观一些现象如虹 如同外在的彩虹无实质 那样子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除了甚至 divers得 我在家宇内 啊 而在鹤虹 Mango 到那边才在 issued 不怕 所以方子记得 汓丶 如果 anywhere 对 我自己都看了别人 但是 我现在能够的政策 在政策中有一个政策的政策 我今天在政策上设计是 在政策上州的政策上 中的政策上 我们在政策上 那麼還要去這裡 這是你以往的那是你知道嗎 說那個人以為你以為你以為是要做什麽 有這條人是在你以為有一個人 你自己好說 我一定會跟著領 我會想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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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説那個人 我會想說你 那是 我會想說你的 你可以這麼說 这一个传统迷了 是过去的 人家在这种hill 我俩也不过了 他ürü迷于把某历 这一点是 我们现在在这种方式 也许我们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他们说 我们也许能够 是 因为神没有 从究竟的生意而言 新的实象是 空明不二的 所谓的空明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当我们项内做关照 不落入对过去念的回忆 不落入对未来念的期盼 而能够安住在当下的状态 而做向内反观 在这个时候 在明明朗朗当中 没有丝毫忘念之身体 所得到的明了 这个就是新的事项 它不是二元的 我们说明空薄二的空 指的是它非二曲项 它是无二元 然后说明 是因为它是有着极为明心 明昔清明的了知 这个就是如来藏 反来的剧组的功德 就像是骗子龙建阳 所说的 除此新实相之外 别无其他骗子可寻 其实这些道理 在很多的显密教法当中 都有涉及的 比方说在四念书的教法当中 讲到了如何进入 等持安住的境界 并心极为清明 或者说佛陀所说的法 都归纳在自尽其义 世俗佛教当中 向内观心 最终才能够通达 空明不二的心知事项 嗯 干嘛 这个 我们才能够回答呢 请大家安入在前面的指导 所说的境界当中 我们禅修一分钟 这一 eviro próxim 啊 咯